嗨 大家好 我是寬 你們知道菠蘿麵包嗎 就是你們一般早餐在吃的那種 但是我在雲林這邊啊 發現了一個超級巨大的菠蘿麵包 聽說他好像比臉還要大 不知道他吃起來會不會超級好吃的 現在帶你們來看看 喔對了 這間店在雲林林內的火車站正對面喔 他在這裡 到後面這裡 我們現在就去買買看吧 GOGO 聚集好 diferen小同意 未到有意思 走路 再來 看我們的技術 熱鬧 喔 就是 灑 碴 死 geries 立刻 嗨 我們現在已經買到剛剛我說的那個超巨大鼻臉還大的波羅麵包了 給各位看一下 哇 它是 大 它真的鼻臉還大欸 你看 這樣比得出來嗎 超級大的欸 超級大的 瓜哥我頭一樣大了 這間店它開到10點 但是現在才5點 它已經賣到剩3顆 對 而且巧克力沒了 對 而且我剛剛在街上看到蠻多人手上都抱著一盒的欸 其實我今天是為了巧克力而慕名而來 可是它只有原味 太可惜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現在要趕快把它切開來吃吃看 它到底好不好吃 我剛剛切下去的時候 它吃了一下 超級脆的欸 我先吃那個皮 波羅麵包最重要的就是外面那個皮 哇 這個 奶味好重喔 對啊 聽說它是會流牛奶的 哪裡 可以 那個剛剛menu寫的 它的殼外面已經有點像奶酥的味道了欸 好吃 如果喜歡吃奶酥的應該會蠻喜歡的 嗯 喔 它真的在流欸 那流欸 欸唷 你看看看看你快點看 你不要動 它一直流出來流出來 哇 它真的是會流 那是牛奶嗎還是油啊 奶油吧 感覺是奶油的東西欸 它是像那個火扇一樣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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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再去買喔 看肉也吃成這樣 我現在按下去它都在流那個奶油 哇 而且你看剛好 情人節到了 我現在比的就是一個愛情的手勢 唉唷有沒有 好啦我看 看肉也吃成這樣 我來扒一塊吃吃看好了 濕潤 後面是一層很像奶油的東西 我覺得我家人一定會喜歡 這個過年要到了買這個拿去送人 蠻不錯的齁 我吃吃看 好甜喔 它是不是奶酥啊 我吃皮看看 然後再一起說出我的感想 我覺得它的皮 比它的麵包本身還要好吃 它的麵包就是吃起來就是 你們波羅麵包 然後有點加奶酥的感覺 但是 它的這個殼 吃起來有那種 焦焦的那種味道 有點脆脆的 會很脆 然後有一種焦焦的味道 你看 我覺得這個不錯吃 但是 它的皮好像也是有一種奶酥的口感 就是一粒一粒的這樣 我覺得這個送人真的很好用耶 太好吃了 這一個多少 這麼大一個好像才 100 100塊 然後它有那種 巧克力內餡的 巧克力內餡好像是120 所以你們如果過年啊 要去別人家裡面走村 拜訪啊 建議你們如果在雲林附近的話 可以來買買看 真的蠻推的 這是 真的不踩雷 而且超厚的 我覺得 光是我們兩個人應該是吃不完 對啊 它外面這層是硬的 然後這層是Q的 裡面是濕的 不會很乾啊 其實 我現在吃到現在 也不會覺得很口渴 我好喜歡喔 對 但是我要說一句很中肯的話 我也比較喜歡吃夜市 賣10塊錢的那種小的 一吃就吃得聞的那種 我喜歡吃這種 超多湯的耶 就看個人吧 你們可能跟我一樣 有可能跟肉一樣 反正我們到各地去找 好玩好吃的東西 然後你們自己評估看 你們自己喜不喜歡 好吃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記得幫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喔 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掰掰